大家好,那我們現在呢,在花蓮新城的2617的保安林 那我們在這個保安林呢,之前我們的幾部影片有跟大家介紹過 那我們先過來看這裡,這一片保安林的一些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說,在保安林裡面呢 過去我們種了比較多的所謂的海岸造林的樹種,以木麻黃為主 那也種了比較多像單一的樹種,像海蒙果或水黃皮 譬如說,我們看到的這些木麻黃呢,它漸漸的開始衰退了 所以在衰退的過程當中呢,然後就有銀河荒就會入侵進來 那我們在去年7月8月呢,我們完成了調查之後 然後呢,我們就跟林業署的花蓮分署呢,我們進行的合作 那我們在2617保安林,從利物溪的這個海岸呢 就是我們開始一直到山淡溪的出海口 然後我們在這個海岸線呢,總共設置了10個所謂的生態樹島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木麻黃它衰落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繼續的掩替 到下一個階段呢,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呢 種源的缺乏跟這個就是所謂的我們的農業區 在新城這個地方呢,讓內陸的森林呢 或者是其他的種源呢,沒有辦法接近到我們的海岸這邊來 因為呢,海岸裡呢,除了說海飄的植物上來之外 它還有很大的一部分的植物的組成是仰賴的內陸的森林呢 往前的挺進 那我們今天呢,總共的10個生態樹島 在去年11月的時候,我們總共種了將近有60種 然後有4500顆 然後每一個生態樹島呢,是450顆 那我們經過了半年之後 現在呢,是2024年的5月 然後我們呢,請那個山淡部落跟嘉腕部落 幾位勇士跟我們的夥伴呢,一起來幫忙叫做補植 那這次我們補植500顆 每一區呢,大概補植50到55顆 那我們這個是第10區 也就是說由北到南呢 這已經是到山淡溪口了 那我們呢,這個是從早上奮戰6點鐘 奮戰到現在 現在呢,已經進入到尾聲了 第10區要收尾了 那這邊呢,號召這邊的總召呢 叫做林志雄 雄哥 來,我們請雄哥幫我們講幾句話 雄哥呢,是從那個嘉腕部落來的 然後他帶領這些Darugu的族人 一起來幫忙我們這次的公益的這個富裕的工作 那我們請阿雄呢,幫我們講幾句話 OK,感謝志豪同學他召集我們 讓我們認識說這個我們自己家園有什麼需要幫忙的 那也非常感謝同學的號召 讓我們來認識我們這裡自己部落的生態到底嚴重到哪裡 謝謝他 謝謝,那我們還要繼續跟嘉腕部落 還有這個三戰部落 我們要一起合作 跟阿雄一起合作 我們呢,要透過他們的傳統的過去的傳統領域 然後或者是在部落的這些原住民的這些智慧 然後呢,我們把原來的天然林的質群 或者是我們就原始林的自然林的這些原來的樹種 我們一個一個找回來 那這個呢,跟過去的這個文化 這個導入谷的文化可能會有相關 民俗植物啦,各方面 那我們也把我們的獵場上面的這些生物多樣性一起找回來 OK,然後呢,讓這個文化呢,也能夠在這個土地 然後繼續傳承給下面的孩子 好,要謝謝 謝謝 來,謝謝 謝謝 那我們呢,繼續往這邊看 這邊我們有看到有將近70歲68歲的長輩 也過來這邊幫忙 阿姨 在哪裡,哪一個68歲的 我,我,我 來,我們看一下他們種的 阿姨他們種的這幾棵樹 這棵樹呢,就是我們的海岸林 一個生態代表性的樹,叫做懶人鳩 懶人鳩 這個是我們在海岸造林 過去呢,幾乎都沒有種植的樹種 但是呢,在我們的花蓮海岸呢 已經開始進行富裕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68歲的前輩呢 他過去呢,也是一直協助這些植樹的 這些勞務的這些工作的服務 那我們聽聽看 今天種植樹有什麼特別不一樣呢 阿姨,跟我們分享幾句 要講什麼 講你今天有沒有開心啊 開心耶 阿有沒有覺得今天種植樹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跟以前你年輕的時候種植樹有沒有不一樣呢 完全不一樣 以前比較好 以前比較辛苦 現在比較好了 現在比較好 樹種有沒有比較特別 比較特別,好幾種樹 好幾種樹 都不一樣 對 謝謝你來這邊幫忙 以前我們是種那個松樹 木馬黃 木馬黃 對那個 我們都死光了 他說以前種植樹的時候 那有很多的樹呢 其實不適應這個海岸的生態 然後種的時候呢 或者是說因為呢 這些災害的關係呢 就死掉了 他其實也是覺得蠻難過的 但是呢,我要跟這個長輩講 就是我們未來呢 這個海岸林在恢復的時候呢 他就可以生生不息 他產生了一個自然的更新的能力 然後我們年輕人跟鏡頭揮揮手 還有 第四組 又 21歲的耶 達魯谷的勇士 加油 謝謝 然後我們希望呢 希望這一片 這一片的海岸林呢 能夠 在我們達魯谷 在地的原住民呢 一起參與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一起攜手呢 把這塊土地最美的 最自然的風貌呢 重新讓它回來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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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生态代表性的皮森木 以及我们龙南林带的大野兰 你看长得那么好